哇有一个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跟我们问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自己想要调整他的体态 老是会驼背哦 以前可能是书包背很多的关系 所以常常会觉得说啊自己驼背啊 或者左右肩膀都是不平衡那种 那他想问一下呢 做瑜伽这件事情呢 据说对于调整体态 拉伸肌肉跟你自己的这个 啊脊椎的这个伸展很有帮助哦 那到底做瑜伽这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运动 要多久做一次是对的呢 一个礼拜做个两次三次 会不会太多呢 那瑜伽这个运动到底是 做越多越好 还是说这是经过一个安排 有一个科学的根据呢 像这样的问题哦 我们够小时时间为大家找到的是我们的瑜伽专家 这是我们的瑜伽老师哦 Summer Summer老师 哈喽夏天老师你好 哈喽夏天老师你好 夏天老师好 大家好 到底瑜伽我们是要天天做吗 还是说做太多了其实也会受伤呢 哦瑜伽的话就是原则上的话 哪怕是每天练习也是可以没有关系 像我们老师本身都是每天会练习 那如果是初级的同学就是零基础同学 他身体可能一下不能适应的话 可以选择一周三次的练习 哦 ok 耶但是呢最少最少也要一周两次是比较合适 嗯 ok 所以在做伸展这个运动的话呢 我记得我上次有一次做瑜伽 然后是那一种热瑜伽 做完之后我当场真的是飙眼泪 因为非常热 然后这个全身就是肌肉就是很拉伤这样子 然后我当场就是非常不舒服 那想吐啊头晕啊 其实这个是不是我运动的太激烈 还是说呢是空气的这个关系不够新鲜 首先呢 哦首先呢因为如果你有想吐一些的症状 可能是因为颈椎的问题 对之前没有太多频繁练 一开始练的话会激活你的颈部一些经络什么 所以会造成头晕 现象是你的颈椎有颈椎病的原因 嗯 ok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其实上一次节目的时候 也有讲到我聊到过这个高温瑜伽 是不太建议去频繁练习 因为它对温度太高是给到练习者的一个被动的出汗 其实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哦被动出汗不好 以前人家想说哎呀蒸汽多蒸一点 或烤箱多烤一点 不是不能太频繁的去加高温的练习 哦你偶尔对于上次讲 比如说两周去练一次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是不建议日常频繁的练习 高温瑜伽 因为对而且室内的环境是密闭的 就是对空气循环都不太好 哦 ok 所以桑马老师你是说瑜伽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样很棒的一个运动 其实每天做也可以哦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拓展我们的这个肩膀 有时候想要说哎把我们的腰肩脊椎弄得比较有力一点 又或者是有时候哎想练腿 其实是可以分布练的吗 我们不用一天整套做完吗 对当然就是说每天练的前期 当然是就是适合自己的level 不要说是太难度太高的这样练 对身体也不是太好 就是符合自己的level的课程 哪怕是每天循序渐进练都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好的好的 谢谢我们的桑马老师哦